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7月8号的时候 招人暗算 背后用了一种相当古老的那种火器 应该叫做冲 有朋友也可以认为他是一种土质首相 背后开枪开两枪 把他打成重伤 抢救不治死亡 安倍晋三是日本前首相 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头有脸的 那么一个重量级政治人物 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这个招人暗杀 这是一出悲剧 咱们谴责所有的暗杀行为 这是懦夫行为 这件事相当的轰动 我们听了之后也相当的震惊 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重量级政治人物 遭这个暗杀 遭刺杀 这个安倍晋三不是第一个人 古今中爱呢 这种事多的是 咱们试着举几个例子 你看最早的那个叫什么 金科赐亲王 这个故事都都听说过吧 这个故事相当的惊心动魄 也非常精彩 而且呢 透过金科赐亲王呢 这件事呢 我们还学到了一个成语 叫什么 突充笔献 就是亲王赠了 后来变成亲世皇了嘛 他呀 他特别喜欢一张图 他要取得那个地方 结果呢 这个金科就献图给他 那图对他来讲非常宝贵啊 这比作山雕要的那个叫什么 联络图啊 还珍贵 结果金科呢 他是打算要把亲王给刺他掉 他在那个图啊 这个里边藏着这个匕首 现图的时候呢 慢慢展开啊 到了最后 他拿这个匕首要去刺亲王 当然没有成功啊 他是被杀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亲王啊 这个嬴政啊 真是命大 这个遇见命大的 你怎么刺杀他啊 他都这个啊 他都未必能够成功啊 这个有的政治人物的话呢 不管你这个职位有多高啊 地位有多显赫啊 只要是命不大啊 刺杀就会成功 你看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个影子是什么啊 就是奥匈帝国的王储啊 在后来的那个南斯拉夫的啊 那个地方叫啊 萨拉热窝啊 啊 您看过电影啊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开始就说啊 这个城市啊 曾经这个 引起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个就是在萨拉热窝呢 奥匈帝国的王储被刺杀 世界级这个政治领袖人物 像列宁也遭过暗杀嘛 那是在1918年啊 这个在一次工厂演讲的情况之下啊 这个都退场了 结果有这个刺客啊 就朝了列宁去开了两项 那子弹都带毒的 列宁呢 去世比较早 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他去世那么早啊 应该是跟那次啊 遭暗杀啊 这个虽然没有成功啊 命是保下来了 但是呢 应该说啊 是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总统里边啊 有四位是遭过暗杀的啊 其中有两位啊 我们都儿子弄想 一个是林肯总统 林肯总统的话 他是被人从后背啊 朝脑袋开枪打死的 当时就死了 还有一个是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总统的话 他那个枪手啊 是在六楼啊 这个肯尼迪总统 正在这个街上 这个啊 这个 向这个民众致议 坐在那个敞篷车上 结果呢 枪手就把他给打死了 美国的总统里根啊 前总统里根呢 也也遭遇过这个刺杀行为 但是呢 他命大啊 这个枪手呢 是一个神经病患者啊 精神病患者啊 说刺杀里根总统的那个理由呢 听起来特别的扯 什么呢 他说要引起一位他崇拜的啊 电影女明星的注意 你说这这理由是这是不是扯到老了家了啊 中国呢 有很多次这个暗杀行动啊 像什么 你要在网上查什么 69101啊 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刺杀啊 毛主席的那个行动啊 还有那个中央情报局也是最先啊 策划的刺杀周恩来 那是在万龙会议之前吧 啊 这个科什米尔公主号啊 爆炸了啊 飞机是爆炸了 但是呢 周总理啊 是没有坐那趟飞机啊 躲过了一劫 遇难的是工作人员啊 蒋介石呢 也是遭遇过很多次啊 这个暗杀 但是都没有成功啊 他命大 那个旧上海啊 有个红帮帮主 叫王雅乔的啊 这个他是策划了很多次刺杀行动啊 包括刺杀这个罕奸啊 他也刺杀蒋介石 他策划的第一次刺杀蒋介石是在 1931年的6月份夏天了啊 那个蒋介石呢 要到庐山上去度假 要开会啊 蒋介石要去了 他是领袖级人物嘛 所以这个安保啊 周围的这个安保就就安排的相当的这个周密啊 但是王雅乔呢 他是派手下的得力干将啊 一伙的人呢 去上山啊 上庐山去刺杀蒋介石 他们是假扮成游客 那么沿途呢 哨卡啊 这个查得非常严 他们要为了躲避这个哨卡 这个检查啊 还要把武器啊 枪啊 带上去 怎么办呢 他们买了十几只这个金花火腿 把金花火腿掏空了 把枪就藏进去 就这样的话 骗过了哨卡子 但是呢 百密必有一书 这伙人啊 这个这伙人啊 这个混过了哨卡之后啊 他们就取出那个枪来 从金花火腿里边取出来 完了把金花火腿呢 就随便扔在路边那个这个树丛里边去了 啊 他们认为这样没有什么啊 就上山了 准备这个刺杀行动 结果呢 这个安保人员呢 讲究是这个这个侍卫啊 他们就 他们就沿途啊 再一次的这个这个进行这个安全检查啊 带着那个狗啊 那个狗鼻子可比人鼻子零啊 就就闻进味了啊 就钻进草丛里边把那个那个香肠就雕出来了 那侍卫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一看是金花火腿 里边呢 又有这个掏空了的啊 还有枪形 那知道了啊 肯定是啊 有这个杀手啊 混进去了 所以就做了更周密的安排啊 秘密的这个搜山啊 特别呢 要寻找这个枪手啊 这个杀手这些目标 结果还真是找到了 等蒋介石从那边走过来啊 这个枪手啊 正在这个草丛里边 暗地里边准备开枪的时候啊 蒋介石的四位啊 早就发现了枪手藏在这 从枪手的背后啊 想把他给打死了 呃 这那次的这个刺杀行动是失败啊 这是王亚乔手下的人干的 呃 第二次刺杀行动呢 是在1935年的11月1号 那个时候啊 国民党开这个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啊 呃 先是去叶这个中山林啊 完之后这个当时的这个副总裁啊 叫什么啊 汪照明啊 汪精卫啊 他是主持这个开幕式啊 那次会开的乱糟糟的啊 着装都不统一 穿军装的 穿长袍马褂的 变装的啊 这个穿什么都有啊 让蒋介石呢 这个啊 特别的不开心 而且那个时候呢 汪精卫啊 还这个一度这个反蒋啊 还跟蒋介石啊 闹别扭啊 闹了两个人特别的不愉快 会开的一半呢 有个中间休息啊 这个蒋介石就生气啊 生闷气啊 他就到休息室 上楼休息室 他休息了啊 这个环节呢 应该是全体这个代表啊 到楼下这个这个门口啊 照个集体照啊 蒋介石不去了 这么乱啊 心情不好啊 这个汪精卫呢 亲自上楼去请 他都没有请下来啊 那非常的无奈啊 就这个 汪精卫就代替蒋介石啊 这个召集大家去 照那个集体照啊 王雅强呢 也是逮住这个机会啊 派手下人呢 甚至他们照相的时候啊 要去刺杀蒋介石 但是他这个手下人呢 是这样啊 枪法很好 身手也好 但是有一点 他不认识蒋介石啊 这个 他是这个 看见那那那那那那一群人啊 窝洋窝洋的都在那儿 就站好了 坐好了 在这儿啊 照相 他就认准了那个 坐在最中间的啊 肯定是蒋介石 其实不是啊 那是王精卫 你看他这个枪法多好啊 打了三枪 是枪枪命中 一枪打中了 这个王精卫的左脸 还有一枪呢 打中他的左胳背 他一转身一着急的话 第三枪打中了他那个后背啊 后背的那颗子弹呢 卡在那个脊椎骨里边去了 那颗子弹的话 到了是没有取出来 胳膊上子弹好取啊 脸呢 这个脸呢 没打到这个要害啊 最后啊 要了这个 汪精卫的命的 就是卡在他这个脊椎里边啊 那颗子弹 那个子弹带毒啊 带着迁毒啊 迁中毒啊 迁中已经布满了全身啊 最后这个 康战也胜利了 王精卫也逃到这个 日本了啊 结果是千中毒死亡 其实王精卫啊 他也是个杀手啊 这个早年 他这个 意气风发的时候 他还刺杀这个叫什么 他还刺杀朝廷里叫什么 摄政王 他也是没有成功 那后来的话呢 这个军统啊 也是刺杀王精卫 也没有成功啊 王精卫在河内啊 军统派的那些这个人啊 真是这个 这个精明强干 像什么 王鲁翘啊 像什么娱乐行啊 都参加了那次刺杀行动啊 但是呢 杀错人了啊 把王精卫的那个秘书给杀死了 王精卫没有死 暗杀的故事呢 特别的多啊 特别的惊心动魄 那真是呢 遇到命大的 真是没辙 你再怎么精心的策划呢 他都能躲过去 命最大的 大概应该属那个 古巴前领导人叫什么 卡斯特罗啊 他执政了几十年啊 这个刺杀他好像是一百多回啊 都是毫法无上 到最后呢 他是寿终正寝 但是我们呢 谴责一切的这个刺杀行动啊 这是懦夫行为啊 包括这个刺杀 这个苏莱曼尼啊 这都是非常的卑鄙的 下算办的手段 好